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追缘最艰难的岁月 陶正坤完全不得法门 只能摸索前行 危险也时常出现 这片高耸入云的树冠层距离地面15米高 是大家长的领地 他们对身边的每一根枝叉都了如指掌 自意穿行 西黑关长臂园是已枝长臂园中分布海拔最高的种群 最高活动区域海拔可达2500米 保障安全是空中飞猿们的第一要物 时刻将手臂安全带与树干相连 已经成为长臂园的本能 就连刚出生的幼崽 也会牢牢抓紧母亲腹部的皮毛 获得安全感 这是大家长的第三个儿子 刚满三岁的她是母亲甜蜜的负担 家族中的小宝宝总会受到特殊的关爱 母长臂园会倾尽全力养育教导幼崽 老三的妈妈也不例外 熟悉生存环境 掌握攀爬技能 如何处理危险 都是老三的必修课 看来独立是她亟待解决的问题 陶震坤现在虽然已经离开监测岗位 但她还会时常进山去看看这些老朋友 给他们拍一些照片 看到粘人的老三 她不离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只小长臂园 从高的地方回到经历上来了 数一段了 学业留学业已经跑出来了 她是追不了了 她们的经历经历带她三四年 她都会跟她骂起 但她外面上就是好像 哎呀 何必你在那分钟 比如人或什么东西 不要要伤害她 只要能够帮她 她就能够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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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一个希望 除了生死 除了巨大的事 她还有一种反应 就是好像是 不会伤害她的那种表情 她就好像 我身处是 胎负她的皮肤黑病 她放过来就抱在我 叫什么 虽然她是成病 但她没有违法 她进化 跟准备相续 就当她这种感情 就是那种情况 想起来 跟自己家的小孩 还是一样的 小长臂园 最终没能救活